万吨海景船只此一家 中国海景船为啥这么大 在网上一直流传着一个段子 有道是 今日天晴必波高 领舰围上第七飘 号令蛮船闻风顿 大爷管壮不管捞 这个段子正是形容咱们海景的 网友们编段子的赞美中 就能看出来海景有多么霸气 这不就在前两天 飞猴的船又想非法闯入我黄烟岛 不出意外的再次被我过海景船拦截 不过让人嘖嘖称奇的是 这次菲律宾派遣了一艘所谓的炮艇 刀刀看到这新闻的时候 还以为炮艇多大呢 结果一看 好家伙 你这船连中国海景船船舷舰的高度都没有 就这小身板还想跟咱的海景硬碰硬 但是大伙心里暗爽的同时 也会有很多朋友好奇 和其他国家海景相比 为啥咱的海景船那么大呢 中国海景的大名 现如今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放在全世界范围内 都是一支生命显赫的海上力量 为啥呢 因为大 规模大 吨尾大 执法力度也同样大 一百多艘小到几百吨 大到这动不动就几千吨和上万吨 带着制式舰炮和设备的战舰 这谁看了都会一脸懵逼 放到谁家都是一支威震四方的军事力量 可到了咱这儿 偏偏隶属于海景 这波 现在的海景又入列了海军退下来的056护卫舰 甚至接受了054护卫舰 你就说爽不爽 就算是玩碰碰船 也能撞烂周围的小山板 不过爽归爽 咱们海景船越来越大这事 可以说是被小日子和周边的猴子们逼出来的 咋逼出来的呢 咱得把时间倒回到2012年 2012年的我国海上力量 远远没有现在强大 海军都没有几艘像样的大船 更别提我国海上的执法力量了 当年可是连中国海景局 这个概念都没有 但也就是这一年发生的事 促使了我国海景的成立和壮大 在2012年的4月 以十元日本东京都直市 十元圣泰兰为首的日本优役势力 直接围绕着钓鱼岛 开始了有关购岛的新一轮炒作 并在多方势力支持下愈演愈烈 在我国的多次警告后 小日子们不仅没有停止 反而整个事件因为日本政府直接插手 演变成蓄意的国际挑衅事件 面对在钓鱼岛发生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局势 我国坚决派出以1690吨海间五妖为首的四船编队 强势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 这也是我国首次出动这么大规模的海上力量 在钓鱼岛进行巡航 小日子由于过于自信 觉得我国肯定忍气吞声 所以并未预料到这一强硬举措 所以当看到我国巡航的时候 小日子出于对中国当时飞速发展的软硬实力心有忌惮 因此未敢出动船只拦截 因为它先怂了 所以咱们海上力量进行的首轮绕钓鱼岛巡航活动 顺利实现既定目标 不过一时的胜利巡航并不代表什么 因为从钓鱼岛这件事 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 当时我国适合执行类似任务的海舰舰艇屈指科说 反观小日子呢 小日子的海上保安厅当年可是有亚洲最大最先进的巡逻船 包括1000吨级的PL型巡逻船 3000吨级的PLH型巡逻船 甚至有7000吨级的孤岛级海岸巡逻舰 这些船不仅吨位大火力足数量也多 曾多次暴力对抗我国的海上执法力量 而且令当年我国海上执法雪上加霜的是 当年的我国并没有一支 统一的保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纪律部队 维护海洋权益的职能被分散在公安边防海警部队 农业部 渔政局 国土资源部 国家海洋局 标通部 中国海事局和中国海关海上集司部队等五个部门之中 因为管理部门比较多 海上执法划分非常混乱 也被很多网友戏称为五龙闹海 虽然咱们中国是海洋大国 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广袤的管辖海域和丰富的海洋资源 但是龙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 反而会互相干扰 海上维权力量的分散 导致美之力量都不够专业和强大 管辖区域难以划分 假如小日子直接在钓鱼岛登岛 面对这种涉及非法入境的行为 进行处置的就是中国公安边防海警部队 但边防海警甚至只有一些小型的巡逻船 怎么跟小日子的七千吨怪物硬碰硬 所以当年拥有稍大一些执法船的余政部 反而成了海上执法抗陷的大哥 发生啥事都得冲在一线镇厂子 是不是很心酸 农业部冲在保家卫国的第一线 在当年可不是玩笑 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可笑 但在当年却是非常残酷的现实 但就算这样 我们的执法船只 仍然远远弱于小日子的船 那么面对三千吨 甚至有可能派出七千吨巡逻船的小日子 我们该怎么办 差距这么大又该怎么办 当然是打回去 现在的中国可不是旧社会的中国 任命投降这俩字 早就不在我们的字典里了 既然他们要跟我们在海上碰 那咱们就跟那小日子斗上一斗 当五根分开的手指聚拢会变成什么 答案是共和国铁拳 船头轮圆了才能打人 2013年7月22日 是我国海上执法力量质变的开始 这一天中国海警局正式成立 从架构与根源上结束了之前五龙闹海 各自为政的局面 为统一协调指挥 甚至是海警船下饺子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整合以后发现 执法船只老旧以及吨位小的问题 咱们的海警明确了不同型号的吨位 防速 续航力 补气配备等性能指标 直接开启了丧心病狂的新型海警船时代 往细地说 从这以后的海警船只有两种 军用和民用 那么啥是军用呢 就是以海军军舰为基础改造的海警船 比如以054型护卫舰船体为基础 建造的818型海警船 以外貌F22P型护卫舰船体为基础 建造的718B型 还有在2021年冬季集体从海军转业的 22艘056型护卫舰 这些船只虽然在海军序列里 吨位算不上大 性能也就那样 但是放在执法船里 约等于入列了一批执法用的战列舰 不过这些大型军舰的数量比较少 作为补充 海警装备更多的是民用巡逻船 虽然不可能那么民用 这些船执行着比军用船列度低一些的执法任务 简单皮士又好造 吨位从1000到12000不等 什么 一问一万两千吨的是啥怪我 当然是执法的呀 别国家的船在它面前就像蚂蚁一样 不听劝那就来碰呗 用善意劝解来犯的别国小船 可不是执法的吗 只不过万吨海警船现在仅有两艘 更多的还是撑撑场子 你看 这就是为啥咱们的海警船要越造越多 越造越大 有了不停入列的大型海警船 周围的国家除了几个皮痒的 基本上都是脸不红心不跳 不搞事了 甚至连经常搞事的小日子海上宝安厅 都已经不见了踪影 你说神奇不神奇 当然对搞事的咱也不再手软 最有名的一次 就是我方海警46102船 为了逼退想要靠近算井平台的越南海警船 摘掉炮衣 露出30毫米机关炮 紧接着挂出Z旗 从后方直接加速撞了上去 这也是开通那首诗的由来 从海警不断壮大以后 在海上被碰碰船 嘴炮洗脸成为了只有来犯的他国船只享受的高级待遇 甚至有些小船还会莫名其妙的沉默 最后被我们进行人道主义救援 背后的原因令人暖心 总的来说 在这个世界法则中 谁的拳头大 谁才是硬道理 现如今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国 海军能下饺子 海警同样能继续下饺子 吨位大的海警船只会越来越多 多就是美 大就是好 又多又好 才能更好保护国家海上权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周围谁不服 自然可以来试试 大爷管壮 其实也管捞 一条龙服务 哦对了 你们海军马路的辽宁舰杀手退役 咱海警还缺个超级碰碰船呢